没有西餐香料,也能山寨必胜可经典的义式肉酱面,买一瓶番茄口味的市售意面酱就解决了。 厨房新手也能一招完胜,有了意面酱,也就基本上有了意面所需的所有香味人。 加点人肉末,荤素搭配,加上两个新鲜西红柿,营养更全面,再来点番茄酱,味道就更醇厚了。 无论口味人,还是麦香,都付出必胜客的经典款哦。 猪肉和牛肉略冷冻后,切成小粒,西红柿切丁,洋葱切丁,大蒜切末。 意大利面酱200公克备用,番茄酱三大勺备用。 起炒锅,加入二大勺橄榄油,热锅凉油小火爆香洋葱和蒜末。 加入肉末,煸炒至变色,并收干水分。 加入西红柿丁,转大火煸炒,煸炒至西红柿出汤后,加入适量白砂糖和盐调味。 加入番茄沙丝,煸炒至汤汁颜色变深。 最后加入意面酱,翻炒均匀,至汤汁浓稠,肉酱集成,锅要大,水要宽,大火煮沸后加入一小勺盐。 加入一大粒面,用筷子划散,保持大火,煮大约七八分钟即可。 测试方法,找一个无水干净的盘子。 挑一根意面放在盘子里,晶鞋盘子甚至立起来,意面粘在盘子上不会掉下来,意面就熟了。 如果喜欢吃软一点儿的,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煮一、两分钟。 捞出意面,放进大碗,加入少许橄榄油,拌匀,与肉酱拌在一起。 上桌即可,也可以将煮好的意面和肉酱一起入锅炒一炒。 就更入味了。